大家好,昨天在基辅举行了班杰拉诞辰110周年的火炬游行 庆祝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生日 班杰拉是新纳粹的代表人物 以色列方面也对乌克兰首都举行民族主义火炬游行表达震惊和抗议 基辅在2022年的第一天举行了纪念班杰拉诞辰113周年的火炬游行 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馆对此事表示震惊 以色列谴责民族主义游行以纪念斯基潘班杰拉 美化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人玷污乌克兰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 以色列外交官要求基辅方面对发生的反犹太主义的示威进行彻底调查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班杰拉 斯基潘班杰拉出生在1909年的1月1日 他是乌克兰的政治家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 他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 他的父亲是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神职人员 1917年到1920年间 他的父亲曾领导各类的反共武装 后来被击毙 他的两个妹妹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其最活跃的时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分裂为两个派别 温和派由米里尼克领导 激进派由班杰拉领导又称革命派 激进派于1941年6月30日在利沃夫发表了乌克兰独立宣言 1959年的10月15号 班杰拉在西德的慕尼黑被克格勃特攻暗杀 班杰拉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 争议的焦点在于1939年到1941年期间 其与德国纳粹德国合作 1941年的9月 班杰拉被纳粹软禁于集中营 1944年9月获释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分歧很大 2010年1月22号 时任乌克兰总理游先科追授班杰拉 乌克兰英雄称号 该决定在国内反省 乌克兰的一家法院也在同年4月判决该决定非法 2011年1月时任总统亚努科伊奇宣布撤销授权决定 2014年3月3号下午 联合国安理会乌克兰问题会议后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尤里 舍格耶夫声称 要否定确认反法系战争胜果的纽伦堡审判 为二战时期的乌克兰纳粹分子班杰拉证明 包括班杰拉在内的二战时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 被控帮助纳粹进行种族屠杀 班杰拉的童年是1909年1月1号出生 当时出生地是奥匈帝国的 叫老乌格里诺夫村 目前这个村属于乌克兰西部 叫伊凡诺法兰科夫斯克州 实际上靠近匈牙利边境 当时属于奥匈帝国 他的父亲是天主教神职人员 1917年到1920年间 曾领导各类反共武装 破莱被击毙 两个妹妹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苏联这个内战 就是苏俄国内内战结束以后 他的家乡被化归给波兰了 1922年他母亲死于侯杰河 1922年 班杰拉加入了乌克兰民族青年联盟 当他从高中毕业时 曾经计划前往 捷克斯巴克乌克兰技术与经济学院就读 但碍于波兰政府 未批准发放证件未能成型 1928年 班杰拉在利沃夫综合技术学院 报名参加农役课程 是少数几个向乌克兰开放的课程之一 1929年加入由科纳列瓦茨 创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在该组织无法成为波兰合法政党的情况下 班杰拉开始领导青年小组 进行军事培训和爆炸物训练 进行暗杀等颠覆活动 班杰拉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 都参与了不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包括青年联盟 自由乌克兰联盟 还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该组织是这些组织中最为活跃的 领导人叫米里尼克 由于其坚定的个性 班杰拉在这些组织中的地位都快速攀升 1931年他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总宣传官员 1932年到1933年担任该组织加里西亚地区副指挥官 到了1933年6月成为了该组织加里西亚地区首脑 班杰拉认为建立国家十分重要 因此他注重在西乌克兰各阶层中争取支持 到了1930年前后 他积极的与乌克兰各地发展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在担任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加里西亚地区首脑期间 他开拓了西乌克兰组织网络以对抗波兰和苏联 为了阻止波兰人强争暴敛 班杰拉指挥该组织直接对抗 主导了反乌政策的波兰官员 反抗行动包括抵制波兰对烟草和酒品的垄断 抵制对乌克兰青年的民族同化 1934年他在利欧夫被捕两次受审 一次是关于刺杀内务部部长的阴谋 另一次是对该组织重要官员的集体审判 班杰拉被判处死刑 之后被减刑改为终身监禁 1938年有部分其追随者尝试将其救出但失败 1939年9月他离开监狱 但似乎既不是被波兰人释放的 也不是后来接管监狱的乌克兰人 或苏联人释放的 所以他的出狱很离奇 至今没有解密 很快波兰东部落入了苏联手中 随后班杰拉去了克拉科夫 也是当时的波兰总督所在地 克拉科夫与米里克尼做了接触 在1940年两人分歧过大导致组织分裂 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 激进派在德军中寻求支持 而温和派则在波兰德战区各党派间建立关系 1939年11月大约800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前往德国国防军情局训练营接受训练 12月初 班杰拉位于米里尼克商议 便密令信使进入利物府 通知当地组织成员准备暴动 然而信使被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截获 命令未能传达 1940年班杰拉又做了一次尝试 但还是失败 在发表乌克兰国家独立宣言之前 班杰拉已经组织了机动队 机动队由5至15人组成 计划在德军进军东乌克兰后 前往该地区争取当地基金派的支持 并建立由基金派成员领导的执政机构 总计划也有7000人加入机动队 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争取到了大量的支持者 班杰拉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和纳粹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 合作也充满了机会主义的色彩 双方都想利用对方 当然都没有成功 在德国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前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组织 积极地与纳粹合作 纳粹曾经提供了250万德国马克 以支持该组织在苏联的破坏活动 在乌克兰国家独立宣言中也说到 本国将与纳粹德国紧密合作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 共同建立欧洲和世界的新秩序 但1941年7月5日 班杰拉被纳粹逮捕 并被送往柏林 12月乌克兰总统也被逮捕 14日两人双双被释放 但是都被软禁在柏林 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组织和其他高层在商议后决定 准备武装对抗纳粹 之后乌克兰反抗军成立 1942年1月 班杰拉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特殊营区 这里关押的都是声名显赫的政治犯 1944年9月 为使他带领乌克兰人对抗步步紧急的苏联 纳粹德国宣布释放班杰拉 班杰拉将总部设在柏林 激进派和乌克兰反抗军所需的军备 受过敌后行动和情报活动训练的德军士兵和特工由德国空运过去 1959年的10月15日 班杰拉突然在慕尼黑病岛并立即死去 事件结果表明 班杰拉死于青花屋喷雾 20日 班杰拉在慕尼黑森林墓地下葬 两年后 也就是1961年的11月17日 德国司法机关宣布 班杰拉死于最近才叛逃的克格勃成员 伯格丹·施塔辛斯基 他是根据赫里晓夫和时任克勃主席的指令形式 1962年10月8日到15日 在经过详细调查后 法院对施塔辛斯基实行了审判 19日宣判其有期徒刑8年 班杰拉和德国合作 实际上想利用德国的势力 达到乌克兰独立的目的 像不像今天台独 民进党 实际上 他们也变成了纳粹德国 希特勒利用的工具 一枚棋子 第三帝国的棋子 为了对付苏联用的 像不像今天美国利用民进党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当年的班杰拉 当年的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和今天这些台独 民进党 和